这国半路邪狐,华为5亿元大项目要丢!中国,别忘了你的葡萄酒! 在谷歌、Facebook这些科技巨头眼中,上网与免于饥饿价值相等,汇聚全球信息才能为未来赢得更大可能。 对此,所罗门群岛也非常赞同。 为了使连接网际网路更便捷,所罗门在2016年便开始计划铺设一条造价7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亿元,长达4000公里的海底电缆到雪梨。 可这计划纯属天方夜谭。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要知道,世界第四穷的所罗门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外援。 数据显示,所罗门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仅12.38亿美元,债务总额便高达7500万美元。 计划很丰满,但谁投资买单这事才最关键。 而2016年末,华为与所罗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成了海底电缆计划的总承包商。 想不到的是,该工程如今却被澳大利亚抢了。不过,所罗门这下可是跳进了个坑。 小黄华为订单。澳大利亚,我速度更快,技术更高,服务更好。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据联合早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出资两亿澳元元件从雪梨到索罗门群岛的新电信光缆。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把华为公司踢出局。 可对小黄抢华为项目一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表示,我只能说,我们服务更便宜,速度更快,技术上更胜一筹。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欧尔克勒公布的世界各国网速排名,澳大利亚27.5Mbps排在56位,而中国68.33Mbps排在20位。 此外,澳洲网络资费每月平均60澳币,约合289元人民币。 可以说,这网络对人均GDP2064美元的索罗老百姓而言那是,既用不起也不好用。 但不管怎样,如今谁也无法搅黄澳大利亚的局。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抢华为订单时,澳大利亚忘了铁矿石、葡萄酒、牛肉。 作为一开发国家,澳大利亚对穷国的援助一向以小启著称。 澳国内批评者称,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澳政府收入大增,但澳对外援助总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0.23%。 。 然而,所罗门、巴布亚牛几内亚等南泰地区国家却是例外。 在2018年的预算案中,澳对该地区的发展援助从去年的11亿澳元增加到史无前例的近13亿澳元,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0%。 。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去年投资巴布亚牛几内亚3.3亿美元,为其建设公路、农产品工业园等设施。 。 巴布亚牛几内亚可是感动表示,中国的支持将永远被铭记。 。 。 这话让几十年援助了11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不乐意了。 。 于是乎,澳官员施压巴布亚牛几内亚称,中国的援助毫无用处。 。 而牛几内亚却回应了一句,中国正在为世界各地做贡献。 。 。 由此看来,中国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大国风范已深入人心。 。 此外,根据雪梨Loway Institute数据,作为其全球竞争力的一部分,中国加强了对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参与。 。 自2006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签署了近18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 。 。 而中国的巨额投资加之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包赞,是澳大利亚的担忧达到最大化。 。 。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 。 近日,澳总理对抢华为项目这事明确表示,我们建设这条所罗门群岛光缆的原因,就是确保澳大利亚的援助为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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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摆明就是以一副老好人姿态枪生中国 这样看来,为稳固南太平洋地区老大的地位,澳大利亚应该暂时忘了被中国晾在一旁的铁矿石,停在港口的葡萄酒